彰化信一辆救护车宁敌闯红灯 撞上横向有左而右行驶的机车女骑士 今天这桩车祸全程被网友用手机拍下 PO网引起热烈讨论 一面倒认为救护车没错 女骑士的家属留言老人家可能听力不好 网友炮火减弱 为其机车的妇人急气 祝福早日康复 彰化警分局交通分队长谢明菊说 根据监视录影画面 这辆民间救护车一路民警敌 虽闯红灯却是合乎规定 因为各种车辆因理让救护车 女骑车74岁 骑士绿灯执行没理让救护车 依法将被罚款3600元及调销驾照 不过女骑士可向救护车驾驶追究业务过失的责任 车祸发生后实施酒测 救护车司机和女骑士都没酒驾 警方调查 将进救护车司机上午在深港乡 一名气喘患者到彰化基督教医院就医 经经小阳路要通过民族路 来腰撞飞吕姓女骑士 她落在五公尺外路面 被送到彰化秀船医院急救 检查炉内出血 集中撞击点左后脑 手术后转家病房观察 人有生命危险 警方将深入调查以厘清肇事责任 这装车祸帖文 网友纷纷留言 因你让这户车后来旅富的家属写下老人家可能听力不好 并请网友提供更多录影画面 网友火气下降 十分同情长者 建议向警方调阅录影监视画面 并祝福她早日康复 网友快乐网影片 显示对向这户车撞上女机车骑士 机车导地图取自网络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